这个女生似乎一上来就想要展示身材 家子是一个典型的繁祖人类 虽然热爱吃香蕉 但她在考试方面一直未能突破零的壁垒 面对青梅竹马的小明的劝谏 告诉她学习的重要性 以备将来进入社会的需要 但这些对于家子来说似乎如同对牛弹琴 家子甚至嘲讽小明没有女人缘 坚信只有她才是最合适的人选 小明则意外地来了一招庐山生龙霸 没想到家子受到撞击后居然向她表白了 原因竟是因为小明懂得如何给她最喜欢吃的香蕉 小明作为家子的邻居 也是受到家子妈妈的托付 她从小到大一直负责叫醒家子 家子的妈妈对女儿有些苦恼 觉得她有点笨 于是 她以各种方式向小明传达希望她能够一直照顾家子的意愿 然而 是爱上一只猴子的家子的妈妈苦苦哀求 希望小明能够帮助家子进化成人类 小明深思熟虑后认为不能让家子以后危害社会 因此答应了帮助她 一天上学 家子看到同学杀耶香 便开始使劲地商业互吹 然而 小明无情地打断了家子的幻想 夸奖杀耶香更可爱 这让家子吃醋了 大声指责小明勾搭别的女生 小明急忙向杀耶香解释 但杀耶香却误以为是真的 直接拒绝了小明 家子开始实急地嘲讽 吐槽小明花心 小明气得连忙回击 用手锤还击 上课时 家子完全听不懂老师讲的内容 让老师当场哑口无言 下课后 杀耶香小天使鼓励家子 他表示如果在学习方面不行 他肯定在其他方面有过人的天赋 这一番话让家子感到激励 面对家子的无理要求和天马行空 小明觉得杀耶香不能再惯着家子了 然而 小明凶狠的样子下哭了杀耶香 家子说小明除了他就没啥朋友 随即他拿出小明的手机证实 引起杀耶香的同情 从那之后 小明多了一个朋友 他为了让小明更喜欢自己 家子将自己的照片贴在小黄书上 早上悄悄地放在小明家门口 一天 这人只是蹲在垃圾桶旁吃东西 引起了路过的女生的不满 一位黄毛气愤地想拿小明出气 但小明只想和平解决 这被家子吐槽太逊了 黄毛一转头看到杀耶香 觉得他很可爱 想让他陪自己玩 家子误以为在说他可爱 便不服气地表示愿意陪黄毛玩 黄毛被打扰感到愤怒 一掌把家子推倒 家子却突然使出猴士将制法 他表示能理解黄毛 因为没人愿意陪他玩 同病相连 他愿意陪黄毛玩 这一幕让周围的人都感到哭笑不得 眼看黄毛不接受 家子上去就是一巴掌 让黄毛清醒过来 黄毛瞬间泪目 对家子的行为感到感谢 小明在旁边也是十分震惊 家子为了玩都跑到公园里 加入几个素不相识的小朋友中 一波无中生有 让几个小朋友玩得很开心 还堆起了沙堡 欢了之后 他才想起来要互相认识一下 话还没说完 小明就过来抓家子回去学习 家子跳上鞦韆准备反击小明 旁边的小朋友看得那是热血澎湃 小明果断把家子甩了出去 刚认识的小朋友还想保护家子 但小明一句家子考试 零分直接打翻了几人的友谊小团 小朋友也知道学习的重要性 他们不想看到更多的废柴出现 于是劝告家子认清现实 快去学习 这天家子和沙耶乡一块去小明家 看看他的妹妹琉璃 而琉璃见到家子却恐惧的不行 害怕笨蛋气质会传染给自己 家子也道出琉璃和自己一样是个学渣 还好有小明的安慰 两人还是有区别的 因为琉璃每天都很刻苦的学习 可是琉璃的零分试卷掉了出来 还被小明给看到了 三个人一块辅导琉璃做作业 而家子在旁边不断捣乱 就是为了想让琉璃承认和自己是一类人 小明急忙上前安慰到 自己会照顾一辈子都是笨蛋的妹妹 这波反向安慰让琉璃气得离家出走 还好有沙耶香的正常安慰才拯救了琉璃 隔天上学时 风济委员长在例行检查 家子却把贴着自己头像的小黄叔公然拿出来 被风济委员没收了 可家子还想用香蕉贿赂风济委员 两人就一直争执不休 又是小明的一记生龙拳解决了一切 下午的时候 风济委员因为上午被小明救了 他便心生情愫在门外偷偷观察着小明 结果被家子发现 此时小明也发现了风济委员 还以为又要对自己例行检查 家子发现不对劲 立马拦住 然而风济委员都兴奋地流鼻血了 又开始与家子斗智斗勇 两人扭抱在一块 不久之前 家子头一次带沙耶香回家玩 家子妈看到这么正常的女孩子瞬间就慌了 家子妈满脑子只想着自己的晚年生活要完了 他害怕小明被别人抢走 就不能给自己养老了 他便发表毒舌言论诋毁沙耶香是新经理 小明不相信会有这种女生在自己身边 他为了证明沙耶香不会对自己的晚年生活造成影响 家子妈就要看沙耶香身上的一处标记来辨识女生的本性 家子听完后也要加入妈妈的行列里 小明眼见情况不对又是一记生龙拳 想用武力解决这奇怪的纷争 沙耶香不想大家动武便主动妥协 在家子母女见到一阵盛光之后 家子妈终于放心地解除了危机 接着家子又来到公园里找小朋友三人组一块玩 三人组见到家子就劝他多去学习 对着家子开始说教 忽然一阵狗叫打断了他们的对话 然后一只大白狗就冲了出来 大家都在吓得转头就跑 而家子一个熊豹就抓到了大白 结果被大白一口吞了个头 接着家子就骑了上去 大白不堪受辱 一个加速就带着家子滑行 三人组说家子如果能让大白停下来 就请他喝阿帕茶 此时大白经历过家子的社会毒打后 变得温顺起来 狗牌上还写着求好心人收养 家子二话不说就收养了大白骑回家 隔天家子和沙耶香去买香蕉 感动的家子想当面感谢产香蕉的佐藤先生 于是他立马拉着沙耶香去找佐藤 然而他们可是距离佐藤几百公里 大概有三小时车程 直到他们跑过车站后 沙耶香才发现这是一个恐怖的故事 三小时后他们到了一家服务区 沙耶香累得不行 于是想让家子帮自己买瓶水 家子一进店就被当地的吉祥物所吸引 就花光全部身家买了下来 家子还表示不慌 自己还有些剩余 于是家子又进去买了吉祥物的儿子 沙耶香直接自暴自弃又跑了起来 知道自己无法和家子辩论 在很久以后 他们终于找到了佐藤 家子在一个简单的道谢之后 就准备跑回家 沙耶香无法忍受再次夕阳下的奔跑 就求藤也借他们回去的车费 这一周的考试成绩出来了 家子看小明不太满意 便想到自己可以给小明像妈妈一样的关怀 他还强行要小明向他撒娇 然后还把这一幕拍下来发给沙耶香 最后小明实在是忍无可忍 一个向后翻腾转体720绝杀的家子 这个男生叫黑奇隆一 他为了效忠大姐头家子 就和小明莫名其妙地开展一场决斗 结果他被小明的武力所折服 于是他为了和小明当朋友 在家子的调教下开始了艰苦训练 经过几周的特训 隆一找到了小明 并表示自己会效忠好自己的主人小明 看隆一如此谦逊的态度 小明无奈地答应 他表示会充分使唤他的 然后就离开了 这天家子带着三人组来看英雄秀 两个男生都觉得有点丢脸 并且害怕同行的女生小西会被家子童话掉 这时扮演坏人的小黑出来 要抓一个小朋友开开婚 于是他抓住小西 等着另一个扮演英雄的演员上场 而家子已经急不可耐了 自己跳上台便申成假面英雄要去救小西 对于三人组的两个男生来说 这无疑是灾难 为了不让小西和家子更亲近 两个人无奈冲上来 抢在家子前头救下小西 就这样起手三巨头诞生了 家子上来就是偷学小明的拳法来了一击 两个男生跑上来让小黑正做点不要输给家子 他们还要小黑立马假装被自己给打败 小黑瞬间猛了 正当两男生以为自己成功从家子手上救下了小西的时候 小西却跑进了家子的怀里 回到学校的家子正在被老师严厉的驯话中 然而两人的对话一直就是对牛弹琴 老师为了留住家子就不断给他香蕉吃 看完一道阅读理解后 老师就开始问问题来辅导家子 即使老师告诉了正确答案 家子也是成功忽略并反问到老师都没谈过恋爱 就根本不懂爱情 他不能理解自己感受的话 如何能做好阅读理解 一波猴士治检法 把老师唬得一愣一愣的 遭受打击的老师开始怀疑人生 转而问起了小明什么才是恋爱 明天就是小明的生日了 家子想要给小明一个惊喜礼物 他便和沙耶香讨论如何潜入小明房间里调查小明的喜好 这时封计委员也过来掺会一脚 于是三人前行到小明房间里 只有沙耶香是被迫的 还要收拾其他人造成的烂摊子 此时封计委员突然要给小明拍照 沙耶香着急的让两人赶紧完成小明的喜好调查 不料家子开始倒头就睡 不服气的封计委员也加入家子的行为艺术理 两人又起了争执 马上就要放暑假了 家子开心的想要和小明一块玩耍 而小明一心只有学习二字 这天家子拿着电影条邀请小明和琉璃 小明还以为自己的妹妹不会看这种儿童像的动画片 但是一看到琉璃那块哭的样子便答应下来了 到了影院后 小明不忘要求家子看的时候要安静点 还好小明早有准备 不过影片出人意料的比小明想象中的更有趣 如果没有家子的行为艺术可能更好些 在一番五花大饱后 小明依旧能听见那熟悉的吵闹声 还以为又是家子 他二话不说就动起手抓了起来 结果发现居然是自己的妹妹 小明立马就认了错 此时家子突然爆发让琉璃坚强 然而场面一度开始失控 小明也受到工作人员的提醒 看着这混沌的场面 小明实在是忍无可忍 便使出了记忆消失术 他带着两人羞愧地跑出电影院 而醒来的琉璃在小明的忽悠下 他以为自己做了一天的暑假作业还挺开心的 没过几天 家子带着沙耶想找小明一块去海边玩 他表示自己用了好运气抽中好几张旅行券 这时候风纪委员文峰赶来 以监管风纪等理由强行要加入他们 后头还有一个龙衣也要参与进来 毕竟在外头徘徊了很久 现在终于逮住机会来了 接着 几人去到永衣店 被逼疯的小明说自己是不会去的 他主要是因为觉得风纪委员和龙衣都太奇怪了 没想到小明会忽略掉家子这个更奇怪了 这时 小天使沙耶想一下就急了 始终都担心小明交不上朋友 于是他强行把小明和他们归为一类人 沙耶想只能以绝交来说服小明 小明受不了这莫名其妙的罪行 无奈地答应了 在集体去海边之前 风纪委员就已经急不可耐地开始幻想了 可谁知这时候家子妈突然赶到 因为家子妈已经察觉到有人想接近小明 于是家子妈开始翻风纪委员的背包 然后拿出他的泳衣就是一阵涂鸦 机智的家子也是有样学样 家子妈还想用剪刀搞破坏 还好有龙衣及时制止 家子妈见走偏锋便大喊有色狼 家子还吐槽龙衣是不是淑女控 不过即使背负上骂名 龙衣说自己也要阻止老太婆的恶行 一波双杀充分显示出家子妈的战力天花板 这时 终极人物小明终于赶过来 家子妈还想泼脏水给风纪委员 但小明不为所动 一招锁侯成功击败了家子妈 他要求家子妈以后不要再做这种蠢事了 家子妈还不死心 从衣服里丢出一个不明物体 便上演了金蝉脱鞘 他表示自己还会回来的 等风波过去 沙耶香才敢出来面对这群怪人 大家到了海边后 家子首当其冲第一个来玩蒙眼打西瓜 风纪委员还想趁机展示自己的泳衣 来吸引小明 家子见此怒不可遏 直接把风纪委员埋了起来 而小明戴上墨镜后 两眼不闻身外事 一心只读圣贤书 接着家子又把魔爪伸向了沙耶香 风纪委员还不断嘲讽家子 于是 家子立马给风纪委员堆了个擎天柱 不过这也吵得小明没法学习 走上来就是一拳 小明看风纪委员如此凄惨就想帮他一把 风纪委员却突然开始搅情 死活都不愿意让小明动 到了晚上 泡温泉的风纪委员又开始跟着家子一块疯 两人立谋着看看隔壁的小明 这时 家子妈靠着自己婉宁的意念跟了过来 今天是小明有史以来最开心的一天 因为家子要回老家探亲 所以小明终于有完整的时间做上自己想做的事情 不被打扰 不过家子很贴心 怕小明寂寞就把自己收养的大白交给小明照看 小明很明确地告诉大白 自己讨厌包括家子在内的所有野兽 大白难过的样子出乎小明意料 一番测试后 小明发现大白比家子还能听得懂自己说的人话 迫于大白无辜的表情 他就顺便带上了大白一块看电影 小明特别喜欢这个场景 没想到大白居然都看哭了 还给电影打了满分 对懂小明的生物居然是大白 此时家子不放心小明就半路杀回来 小明突然傲娇起来 不愿意承认自己和狗狗的关系好 大白瞬间进入难过状态 看着大白落寞的身影 男主表示不是那样的 没过几天 家子带大白出来晒太阳 沙耶香忽然意识到家子都管大白叫狗 这时小明出来说应该要给大白取个名字而不应该叫狗 沙耶香意外感到 小明对大白非常的温柔 似乎是很要好的一对 对于给大白取名字 两人发表了不同看法 家子觉得大白又大又能骑 于是给他起名叫车子 小明则想给大白取名叫乔治 但是家子却不愿意大白叫个英文名 小明就让大白自己选择名字 沙耶香和大白同时都猛了 而沙耶香看得出大白的压力很大 面对两人展开的怀抱 大白的选择困难正发作 无法抉择的他便跑开了 几个人还穷追不舍 非要大白选名字出来 此时沙耶香说出大白内心的真实想法 因为大白觉得两人都很重要 所以无法选择 直到事实的小明和家子就不再纠结名字 到了一年一度的当地舞会 家子作为去年打败所有人的舞王 今年的参加也引起了居委会的人的注意 毕竟 今年不想被这荒唐的舞蹈给打败 家子上来就反驳 被居委会大叔说了一顿 家子似乎听从了大叔的意见 收敛了一点 这让大叔心存侥幸 以为家子只是一个好孩子 等到舞会正式开始 大叔们便使出阵型来围攻家子 家子一个扶摇直上九万里突破了大叔的阵型 然后疯狂输出 暑假一结束 老师就开始关心起家子的学习情况 而家子立马反课为主 反问到老师的恋爱状况 老师也很老实地说 自己对于感情的犹豫 而导致自己暑假一无所获 家子则摇身一变成情感大师 让小明和老师现场演绎如何搭讪 一波直男暴击后 虽然老师跑了 不过家子却心生一记 觉得自己可以去挽救老师的自尊心 等到放学的时候 家子一个七十二匾 女扮男装化身成帅哥家生 他在楼道里堵住老师 并用言语唤起老师初恋的感觉 老师一激动就顺气自然地摔了下来 而家生顺势一个公主抱 男友力爆发的家生 把老师哄得一愣一愣的 疯狂地夸再让老师逐渐上头 这熟练的极限拉长 成功让老师燃起他的恋爱自信 家生撩完后就及时止损 这天家子日常吃香蕉 看到旁边三个女生很开心 便想把他们也给同化了 面对家子的无理行为 红发深知家子猴王的身份 便不敢招惹 他想要直接撤退 可家子一招弱点打击 瞬间激怒红发 接着三人组就准备逃走了 可家子死缠烂打地跟了过来 非要和他们玩桌迷藏的游戏 黄发抓住家子的弱点 让家子自己示范游戏该如何玩 家子开心地说让大家来抓自己 三人组以为就这样躲过一劫 可接下来的几天家子都请假没来上课 几天后才从沙耶香的短信里得知 家子还在玩桌迷藏 躲着没出来 三人组感觉事情不太妙 就立马开始找人 结果他们找到太阳下山 也没找到家子 这是一只神奇的狗子 既能和主人看电影一块交心 还能哄孩子 他又能与秋名山摩托飙车 也能垂到了坏人 他是活脱脱的一个高智商版的警犬侠 这天沙耶香要给大白介绍对象 于是家子立马带着大白 来到沙耶香家的大别墅 见到博美的大白瞬间被击中心脏 浑身都动弹不得 大白立马送上了定情信物 却被博美以不恶而拒绝了 正当大白受到打击而灰心丧气时 博美突然向前对大白示好 大白瞬间坠入爱河昏了过去 而家子始终以为是大白打不过博美 就开始伤心欲绝啊 隔天家子为了宣泄心中的不满 就带着大白去兜风 正是一个秋名山机车正在奔驰着 忽然家子骑着大白与机车并驾齐驱 没一会就抄了过去 家子还做起了嘲讽的手势 机车大叔瞬间斗志昂扬 开启了竞速模式 可几经周折依然落后家子 机车大叔以为自己会再直到抄过去 可家子那神奇的姿势完全无人能敌 没过几天 家子又想带大白去散步 大白惊奇地发现自己没有上锁 于是决定出去自己溜自己 看见路边的野花 他就想踩下来送给上回一件钟情的博美 大白开心地叼着花 准备去找自己心爱的博美 路过桥边的大白都开心地跳起了舞 此时大白忽然发现有孩子溺水了 于是他二话不说化身成超级大白 跳进河里 成功救下了小男孩 下一秒又有一孩子遇到危险 又是大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救下小男孩 救下男孩的大白却被男孩母亲狗摇履动兵 他以为是狗贩子要掳走自家孩子 大白见情况不对立马逃走了 好不容易躲了起来 没想到又进了贼窝 看见几个狗杖人士的坏蛋 大白上来一个手刀 接着他使用密集反复横跳 躲过了所有的攻击 最终他以满分动作 成功击败了所有的坏蛋 大白见小女孩哭得厉害 便暖心将小花送给了小女孩 做好事不留名的大白 就这样深藏公与名 踏上了他的S级英雄之路 文化纪马上就要到了 老师要在班级里选一个实行委员 家子首当其冲的举手要当实行委员 经过杀叶香的解释之后 家子就更想当了 但是辣妹三人组的红发完全不同意 小明觉得无所谓 正好也想让家子体验一下社会的残酷 这一说法一下就激怒了红发 两人就这样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小明则是直接上升到学习的高度 来了一波学霸的嘲讽 红发知道单挑说不过 于是开始组团三人发力 可这时小明开始迎唱丑八怪 把红发都给唱到自闭唱哭了 他被扣上欺负女生的屎盆子 小明也是无可奈何的完败了 此时老师又问到谁想当实行委员 到最后还是在投票里 家子延续他的零分传奇才分出结果 在文化季前夕 辣妹三人组准备的进度实在太慢了 完全来不及 家子就出主意说可以晚上悄悄地来学校准备 一到晚上 家子就准备了一堆玩的 这也成功吸引了红发的兴趣 接着家子又开始了他的暴走模式 结果红发成功被家子通话 想一块玩一会 队友也拿他们没办法 玩了一小时后 队友催促开始要准备文化季的东西 可无奈家子大法太强了 被蛊惑的红发说就再玩一会会 等到天快亮了 家子说快通关了 可队友再次传来无奈的眼神 虽然今天蒙混过关了 可第二天他们依旧没有任何进展 到文化季开幕这天 小明被家子强行换上了女仆装 然后不出意外了的家子出意外了 此时龙翼也跑来贡献营业额了 为了祝贺文化季成功举办 沙耶香拉着大伙来唱歌 顺便让小明和红发和好 结果大家又吵了起来 沙耶香突然很不正常地爆发了 大家仔细一看才知道 沙耶香居然只是闻了一下 小麦饮料的气味就已经醉了 眼看大家和好不了 沙耶香就自己也加入他们的对战中 他开始互相伤害了 还展示出自己的飞机场让大家嘲笑 当家子得知辣妹三人组里的黑发有对象之后 整个人犹如打了鸡血般 抄起香蕉和小板凳 就当起了瓜田里的茶 黑发也讲起了他的情感经历 原来正好是黑发喜欢的人向他告白 他就答应了 几个月下来 他既没有牵过手 也没有回应过对他的心理 面对吃瓜王家子的追问 大家才知道他们只是在云恋爱 家子瞬间就炸了 还是可怜男方 还催使黑发赶紧去表明心意 黑发害羞的不行 于是一个人跑到天台打电话给对方 他也终于鼓起了勇气说出自己的心意 可刚一说完 他就发现家子一伙人就在旁边 这天红发想打个耳洞 却遭到家子的阻止 但是听到红发是想变好看找对象 家子立马态度一转就支持了 他上来就要帮红发打耳洞 家子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琉璃 看到琉璃又考杂了 他便想给他打打气 带他学一些除了学习以外的其他事物 他想了一想 发现琉璃除了学习以外 几乎什么都不会 而且学习也还不行 家子灵机一动 于是家子带琉璃学习骑自行车 家子在后头扶着自行车 防止琉璃摔倒 可一个蜻蜓飞过就吸引走家子的注意力 琉璃也是应声倒地 气得琉璃直接把自行车和家子的手绑了起来 不过效果很不错 琉璃骑得非常丝滑 这时又有一个蜻蜓飞过 琉璃觉得刚开始会摔倒很正常 所以就一直坚持不懈地重复 他相信自己会成为学霸的 摔了几百次之后 他终于把自己的腿摔折了 家子夸琉璃是世界第一的努力家 琉璃很是感动 隔天 家子在买香蕉新丁乐的时候被龙一发现 因为想喝的卖完了 所以家子非常难过 龙一决定帮助自己的大姐家子 一下午过去了 家子发现龙一身受重伤 龙一说自己找到仅有的一杯香蕉新丁乐 被虚腾一伙抢走了 而且他只喝了一口就扔了 这一下就激怒了是香蕉如命的家子 龙一还以为家子是要为自己报仇 结果只是去找回香蕉的荣耀 没过一会 家子就找到虚腾 他给虚腾的同伙们每人一口香蕉 三两下就杀掉了虚腾的四大干部 虚腾此时谎称有香蕉飞碟 然后就偷齐了家子一拳 结果家子毫发无伤 毕竟小明的拳法比这个厉害几百倍 最后家子让虚腾好好体会了一下香蕉的美味 这天 风济委员日常悄悄注视的小明 而且 他每回都幻想自己和小明白头到老的画面 而沙耶香终于看不下去了 就找风济委员单独谈话 他知道风济委员喜欢小明 风济委员还不相信自己隐藏这么好 居然被发现了 还想辩解一下 沙耶香说出小明大概会喜欢什么样的 风济委员却自信地认为自己完全符合 而且觉得自己所有的所作所为小明都会很喜欢 他认为自己就是小明唯一的梦中情人 沙耶香终于说出 他在小明眼里就不是一个正常人 风济委员一开始还不相信 最后得知真相的他已经吓到褪色 沙耶香为了安慰他就客气地说了一些好话 隔天 风济委员突然被一个男生表白 然后立马就拒绝了 家子看到后卫男生鸣不平 为了帮男生完成他的梦想 他强行让风济委员感同身受 一拨猴至剪法袭来 成功说服了风济委员 他让被剧男生完成他能接近风济委员的梦想 这时 小明路过 风济委员突然意识到什么 就使出一个夺命剪刀脚 风济委员一放学就盯上了小明的妹妹琉璃 他坚信自己只要跟小明家人打好关系 他和小明的关系就会越来越好 结果这一行为被家子妈发现 此时琉璃也发现了他们 家子妈趁机去安慰又烤杂的琉璃 顺便诋毁了风济委员 家子妈这一捧一踩成功占据上风 而且使出了失传绝学 他在一瞬间夺取了风济委员的衣服 接着他就能轻而易举地污蔑风济委员是个暴露狂 风济委员一气之下使出欧拉绝学 家子妈也无所畏惧 上前中门对局 这场面宛如一场神仙打架 最后还是家子妈技高一筹 抓住了风济委员暴露狂的证据 然而没想到风济委员悄悄留了一手 居然抢了琉璃的内衣巨为己有 两人也算是棋逢对手 一番江湖再见的寒暄后 便默默地等待下次的对战 这时只留下琉璃一人在风中凌乱 马上就要到郊游的日子了 家子无形中又来凑热闹 三人组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只想着需要卖什么样的零食去郊游 家子十分亢奋地告诫几人 说郊游带零食是一门十分讲究的学问 他把选错零食的后果说得非常严重 比如巧克力会融化 薯片会被压碎 买得太少就会一下子吃完毫无体验感 这瞬间就点醒了两名男生 他们开始慎重思考自己要买的零食质量和数量 家子突然发现了什么 并指着货架惊呼到便宜货里掺杂着高级货 两人懒得李家子便开始了自己的选购之旅 一个选择搅口香糖搅到离谱 另一个选择硬糖 而小夕则选择刚刚的高级货新人巧克力 大家都惊呼不已 感觉刚刚像白考虑了一堆 家子又大开脑洞 本以为小夕会因为零食太少一下吃完而不快乐 实际上可以和大家互换零食 就能吃到各种各样的零食了 想到这大家都感叹小夕的神器策略 小夕看着大家都很想吃的样子 就给了美人一个巧克力棒 等交游结束后 三人组又来到公园再弄玩偶角色扮演 家子日常路过凑了过来和三人组一块玩起了过家家 家子拿起叫美香的玩偶就显露出细精本色 他几句自言自语就交代了自己的绅士和经历 经过一番过家家般的极限拉扯 玩偶美香和玩偶麦克马上就要在一起了 两个男生完全无法理解就准备去隔壁玩 结果他们一个不小心把玩偶麦克撞倒了 这在家子眼里就是被杀掉了 然后画风突变 忽然就变成复仇的剧情 家子操控玩偶美香一个旋转跳远闪转腾膜 结果被反杀 他还自动触发了报夷系统 两个男生无话可说 受不了家子的他们准备溜走了 这时小夕带着玩偶麦克重新出现 并邀请玩偶美香一块迈向幸福的生活 这个男生为了变强 每天都要长跑十公里 做一百个仰卧起坐 一百个俯卧撑 还有一百次拳击练习 他终于在还没头脱的情况下 练就了至高之拳 为的就是夺回他的初吻 自从家子成为小明的邻居 小明的生活变得异常波澜壮阔 每一天都是一场奇幻的冒险 家子每天从阳台飞到小明家 不仅找他玩还顺便打扰他的学习 为了摆脱家子 小明只好顺手给他香蕉吃 这个简单的举动却让家子爱上了香蕉 也喜欢上了给他香蕉的小明 于是他当场决定献上自己的初吻 尽管小明千方百计地拼命逃跑 但最终还是被家子逮个正着 这给他留下了一身难以愈合的心理创伤 在一场灵魂吸取后 小明失去了梦想 但家子却在一拳之后奇迹般地复活 重新找回了小明 小明心里认为一拳解决不了问题 那就来两拳 但这第二拳却始终无法触及家子 小明渐渐意识到自己与家子之间的差距有多么巨大 为了打倒家子 小明展开了艰苦的魔鬼训练 然而 当他练成至高之拳后 由于体力消耗过大 昏倒在地 当他再次醒来时 惊讶地发现家子一直在照顾他 并且他的灵魂还被家子吸取了整整一晚 小明对于家子的无敌躲闪和反击技能感到无奈至极 尽管他经过艰苦的特训 但仍然无法打败家子的神奇走位 每天都被家子抬着走 小明感到惊疲力尽 回到家 他看到自己的成绩下降 小明意识到最终的惨剧将是被迫和家子结婚 他以后还要生一群和家子一样的小猴子 为了摆脱这一命运 小明决定采取一种极端的方式 成为家子讨厌的人 他主动了解家子讨厌的类型 得知他讨厌色鬼后 小明勉强做出一些痴汉行为 试图让自己变得讨厌 然而 出乎小明的意料 这一举动竟然让家子感到伤心 最终 这导致他愿意摊牌 家子认为小明之所以变成这样 全是因为他自己的魅力太大 感到愧疚 于是 他决定一次性地让小明探个够 拿出内衣包扣在小明头上 十年后 回想起这段荒诞的经历 小明对于当时的无奈和痛苦充满了怨恨 此时家子又再次展示当年的内衣 小明终于忍无可忍 对于这场无尽的折磨感到深深的无奈 派书 派书